8點29分帶你來關心天氣了 即時影像是為您精選的是在花蓮的實踢屏 現在看起來陽光露臉了天氣還不錯 其實這兩天花冬地區相對來說 恐怕會有零星飄飄雨 但這水氣也非常少 天氣坦白說也是蠻不錯的 像花蓮現在溫度大概18度上下 但不排除今天高溫有機會來到27度 所以溫差也是蠻大家特別注意 接下來透過微信運動提醒大家 首先提醒的是目前持續發布農務特報 整個西半部跟金馬地區都容易有誤 或低雲發生影響能見度 像在基隆北海岸還有新北市到台南 馬祖能見度都是不到200公尺 現在出門上班上課 用路人請特別注意外頭的能見度了 至於今天天氣真的都蠻穩定 高溫都會持續往上飆 像今天北台灣高溫有機會來到27 28度 東台灣27度 南台灣甚至有機會來到31度 中半部則是29度 而明天東北氣風增強 這個好天氣就要結束了 因為北部降雨開始增加 東北角降雨也會蠻明顯的 至於這個北部東北部的溫度 就會有明顯變化 像是北台灣高溫 今天有機會來到28度 明天大概只剩下21度 而禮拜六的天氣形態也是類似的 要等到禮拜天才會慢慢回穩 但北台灣的高溫 依舊大概只有23度上下 請大家好好把握今天的好天氣了 接下來透過亞洲雨途提醒大家 下禮拜又要變天了 因為下禮拜一封面影響 到時候整個中部以北都有降雨機會 至於禮拜二東北氣風增強 一天會比一天冷 到禮拜三晚上 北部大概只剩下13到14度左右 所以過年假期大家就要注意了 恐怕會濕濕冷冷 因為不只北部變天中南部 高溫也會開始慢慢降 尤其到了禮拜五除夕夜 到隔天的大年初一 不排除恐怕會有寒流影響過門 但要持續觀察 但到時候看起來 基本上會水氣偏多 真的會濕濕冷冷的過年 至於未來溫度也要提醒您 首先來關心今天的低溫 是在彰化皮頭只有10.1度 連江南蓋12.2度 今天天氣真的都是蠻不錯的 至於明天開始就會明顯變天了 北部宜蘭高溫會降到 大概20 21度上下 至於到了禮拜六 這個天氣也不是很好 要等到禮拜天 溫度才會慢慢回升 但下禮拜又要變天了 禮拜一先是風面影響 禮拜二就會有感的轉涼 所以尤其是北部跟宜蘭的觀眾朋友 下禮拜二禮拜三開始 就要注意這個溫度明顯變化 而降雨部分也要提醒您 今天降雨其實針對在北台灣的部分 是非常非常零星的 東半部有一些零星降雨 至於明天開始東北季風影響之下 這個降雨就會擴大了 北部東半部都要注意水氣增加 到了禮拜天水氣會慢慢減少 但是花冬還是會有零星降雨 請大家注意這個天氣變化了 空氣品質最後提醒您 西半部今天擴散條件都比較差一點點 整個中部以南都是橘色警戒 還有金門都是橘色警戒 過敏族群要注意出門最好戴上口罩了 最後關心的是各地的溫度趨勢 首先是北台灣的部分 北台灣今天溫度有機會來到27 28度的高溫 但是要注意了 明天就像溜滑梯一般這個高溫 直接降到20 21度左右 至於在中台灣的部分 中台灣今天天氣同樣蠻不錯的 高溫還是有機會來到27度 至於明天東北季風影響 對中部的影響相對來說沒有那麼大 高溫還是有機會來到26 27度 至於南台灣的部分 至於在南台灣今天高溫有機會超過30度 尤其屏東有機會來到31度 而東北季風影響對於南台灣 基本上也不太有感受 高溫還是有機會來到28 29度 至於在東台灣的部分 東台灣今天有零星飄雨 但坦白說天氣也是蠻不錯的 高溫有機會來到26 27度 以上這一節的氣象資訊 立刻下載淨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貼民診 今要就有很高興的 屏東 建築 空 面 장님 增的 影響 感谢观看